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太漂亮了 相信你看得出我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 那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搜寻 我年江实验室的资料了 我告诉你 再过不久 我的名气肯定比那个Dr.Slime来得更像 到时候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小跟班门 把华文华语发扬光大 话说 那今天那么勇敢闯入我实验室的三位小朋友 又是谁呢 欢迎今天来到我实验室的三位小朋友 首先让我看看影真 告诉我 你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出国旅行 你喜欢去哪里旅行呢 我什么地方都可以 因为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那我的年江实验室有很多文化和历史让你学习的 你永远待在这里好不好 不要 好的 下一位赫阳 听说你很喜欢跑车是不是 对 什么样的跑车呢 帅气的车 你有吉祥物吗 有 是一辆玩具车 是我邻居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 好的 那今天呢 你需要过关斩将你才有机会踏出去 再次看到你的吉祥物 好的 好的 那最后一位呢 欢迎轩童 年纪轻轻 我就听说你读了这个四大名著了是不是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最喜欢红楼梦 好的 那你有吉祥物吗 轩童 有 你手上那一个 那是什么 是一个猫头衣 里面有我的四颗牙齿 你的牙齿 那你把它们收集起来干什么呢 我最喜欢蛮恶心的东西 我的年江也蛮恶心的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留下来 我不喜欢太恶心的 所以我的年江比你的牙齿恶心吗 好好好 那我反省反省 好的 那今天呢 由我讲会讲博士设计的竞技游戏 一共五个回合 前三个回合呢 分数最低的将会被淘汰 然后接受 湿漉漉的洗礼 那第二位被淘汰的呢 也会有相同的待遇 唯独最后一位 可以成功过关斩将的 可以呢 逃出生天 马上来看看第一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一回合一共有八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特定词句里的反译词 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第一回合呢 要考验三个小朋友 就是关于反译词 请告诉我 继续的反译词是什么 停下 引针 停下不对 停上 不对 停上不对 继续 停止 正确 引针加十分 接下来 请问清洁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好 宣童 肮脏 肮脏是正确的 好的 第三道题 请问紧张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贺阳 五秒 真 真什么 时间到其他两位有要补答的吗 宣童 冷静 冷静 看不守不是正确的 时间到正确的答案是 正顶 下一题 请问困难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引针 简单 简单正确 这题好像真的很简单 下一道题 贫穷的反译词是什么 贺阳 贫穷的反译词是什么 有钱 有钱不对 再来 时间到 宣童 富有 富有正确 好的 下一道题 请问魔鬼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好 宣童 嗯 魔鬼 人类 人类 不对 不是人类 其他两位有要补答的吗 引针 神仙 神仙不对 再来 仙 时间到正确的答案是 天使 和我一样的天使 下一道题 对 请问 表扬的反译词是什么 好的 宣童 嗯 折嘛 不对 再来 所以 时间到 两位有要补答的吗 引针 责备 责备是正确的 最后一道题 请问贵重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嗯 五秒 五秒 二 一 有要补答的吗 赫阳 三 三 二 一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是 便宜 好的 来看看三位小朋友的分数 暂时领先的是 尹真 二十五分 接着呢 我们有宣童 十五分 贺阳 零 这就意味着呢 贺阳接近我的年江玉 又更靠近一步咯 我要把它往后送 好 我讲会讲博士最近认识了一位 华文知识渊博的好朋友 就不知道他今天会在线上 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知识呢 马上和他连线 维维 维维 讲会讲博士 又想提有趣的华文小知识吗 没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有字的下面是月字吗 回头告诉你 维维 还在吗 我刚刚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字下面是一个月字呢 其实月是肉的意思 很久很久以前 有字就像一只右手拿着一块肉一样 表示取得占有的意思 你回答对了吗 谢谢我这位线上好友的分享 相信小朋友们都获益不浅 那一个词的这个关键字呢 真的真的很重要的 少了这个关键字 那完整的意义可能会被误解 所以第二回合就是考验你对这方面的知识 马上来看看游戏规则 第二回合一共有八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特定词句里的漏字 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第一道题 运什么会 来 影真 运气 运气会不对 再来 还有十秒 还有时间 好 快点 时间到 请补答 贺阳 运动会 运动会是正确的 贺阳加五分 接下来 遵什么法律 贺阳 遵守 遵守法律是正确的 第三道题 不 什么 惯 贺阳 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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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你真的细皮黑嘛耶 贺阳 下一道题 熟识什么心 圈筒 熟识中心 熟识中心 正确 下一道题 坚持什么底 贺阳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正确 接下来 天涯什么角 隐真 落脚 坐脚不对 再来 落脚 落脚不对 山脚 山脚不对 再来 崖 崖脚也不对 时间到 请补答 贺阳 坐脚 坐脚不对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是 天涯海角 好 下一题 消什么圆 隐真 消防人 消防员 正确 最后移到题了 敬请什么量 贺阳 炎量 敬请原谅 是正确的 来看看统计的分数 目前领先的就是贺阳45分 接着呢 隐真排名第二 35分 暂时落后的是宣童 25分 也就意味着宣童 你更靠近我们年江玉一步咯 抓紧哦 马上来看看第三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三回合一共有八道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停字游戏中隐藏的漏字 每答对一题获得15分 补答则获得10分 累计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湿漏漏年江的惩罚 准备好了吗 第一道题 竖一 形容对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过度反应 隐真 大惊小怪 大惊小怪 正确 下一道题 横二 表示呢 明白了原因 不再觉得奇怪 隐真 怪不得 怪不得 正确 第三道题 竖三 表示呢 需要花费不少心思或精力而拿到手 宣童 得来不守 得来不守不对 得来不守 再来 不想 不对 轻补答 特洋 得来不守 不对 正确的答案是 得来不守 也就是得来不容易的意思 下一道题 横四 形容事情非常好办 特洋 易如神掌 易如神掌 不对 再来 易如手掌 不对 再来 时间到 请补答 隐真 易如拍掌 不对 易如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是 易如反掌 也就是说呢 简单的和反掌一样 好的 下一道题 横五 表示有经历过某些体验的人 对啊 对啊 什么来什么 表示有经历过某些体验的人 时间到 请补答 尖童 呃 没有 正确的答案是 过来人 第六道题 树六 饲养多类品种工人观赏的公园 动物园 动物园是正确的 慧阳 最后第二道题 横七 负责在公园栽培护理院内职务工作的人 客阳 员工 员工不对 再来 圆 负责栽培植物的人 圆丁 圆 怎么 好 两位请补答 宣童 圆丁 圆丁是正确的 好的 最后一道题了 横八 卡通片的同义词 名声 动画片 动画片正确 来看看他们分别的分数是多少 哇 领先的是尹真 八十分 接着呢我们有赫阳六十分 还有我今天的骄傲 宣童三十五分 也就是说呢 宣童将成为我今天的第一个囊中物 我这个时候呢 要把他送去冲这个棉浆浴楼 宣童抓紧楼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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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看到年江玉倒在我小跟班的身上 我浑身就开心自在啊 那我的实验室呢 只剩下你这两位小宝贝了 这个回合不是简单的回合 马上来看看游戏规则 第四回合一共有十道题 每人轮流回答五题 参赛者必须在15秒的实现内 确认特定词句里的错别字 并将正确的字清楚写出 每答对一题获得20分 累积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湿漉漉年将的惩罚 马上进行第一道题 赫阳 请你告诉我 这是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 不要错过 哪一个是错别字 请你写下 机会 倒数开始 机会的机 正确 赫阳才第一道题你怎么就答对了呢 尹真 你要争气一点 第二道题 姐姐买了一件很贵的裙子 错别字是什么 请你写下 裙子的裙子是正确的 好 下一题 火字旁的 下一道题 请引针作答 铃声一响 同学们就迫不及待跑出客室 请作答 破是正确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赫阳请作答 破破捡到一张一百块的钞票 十秒 十秒 婆婆捡到一张一百块的钞票 答对了 就是提手旁的捡 那下一道题 由引针来回答 姐姐把我们家的地址写错了 到底哪一个才是错别字呢 我对这题有信心哦 答错 不对的指 再来还有两秒 答错 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 下一道题 请赫阳作答 这数学题真的不简单 5 4 3 2 1 赫阳你是交出空白卷吗 正确的答案呢 是简单的简 应该加一个逐字头哦 下一道题 引针请作答 请同学遵守交通规则 以避免车祸发生 请同学遵守交通规则 以避免车祸发生 请给我看 答错了 答错了 正确的字是规则的规则 写法是这样的 好 下一题 不管工作有多辛苦 爸爸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不管工作有多辛苦 爸爸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三秒 二 一 又是空白卷吗 对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运言的愿 最后一道题咯 引针 我们应该多吃 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应该多吃 有营养的食物 五 四 三 二 一 营养的营 到底该怎么写呢 就是如此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这总分 领先的是 尹真 一百二十分 再来呢 我们有 贺阳 一百分 有一位朋友 要接受 施鹿鹿年疆的城堡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我 是你 握紧咯 营养小朋友 我觉得好 以你的这个华文水准 在我这个实验室里头 当小跟班 会很好 很好的 你考虑留下来好不 不要 想逃 那也要看你在 第五回合的表现 请看游戏规则 第五回合 只有一道题 仅存的参赛者 必须在三十秒的实现内 猜出图片里的成语 答案正确的话 表示顺利过关 成为终极优胜者 答错的话 诗鹿鹿的年僵就等着你哦 哈哈 来到了最终回合 尹真 你有没有办法看图 然后猜到正确的成语 就要看你的实力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看 头顶上的气球 越来越大了 十秒 要猜吗 尹真 给我一个猜测吧 尹真 给我一个猜测 不对 直接打 我最爱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了 不过刚刚这句成语 到底正确的是什么呢 马上交给我线上这位 华文知识渊博的朋友 让他来跟你解释更多 守株待兔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成语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农夫 他看见了一只兔子 撞死在树桩上 于是他便把兔子 直接拿回了家 饱餐一顿 从此以后 他便不再干活了 每天都守在树桩旁 去等更多撞死的兔子 守株待兔便是说 不肯主动努力 做等意外收获 平时学习 不好好用功 考试的时候 还想取得好成绩 这不就是 守株待兔吗 说真的 我讲会讲博士呢 每个星期看到 这么多位小朋友 涌闯我的实验室 为的呢 就是对华文的热爱 我真的是很开心的 那更开心的是呢 今天俘获了 新的三个小跟班 太好了 好的那下个星期呢 会有另外三位朋友 来接受挑战 我们下周见 银真啊银真 成为了我的小跟班 我给你一颗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